摸胸可以弥得爱情 朱丽叶同胀, 做长期非礼 在意大利维罗纳 其实是沙士比亚明珠 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爱情故事的故乡 史内有一个叫… 对了, 史内里有一个叫朱丽叶之家的景点 里面有一座朱丽叶的同胀 相传只要骗着他的右手摸他的右胸 就会为你的人生带来好运 甚至可以找到真爱 所以这个同胀吸引了无数的游客过来 每天都对着他的胸, 去胸站 日色月累之下 同胀的右胸变得非常光滑、闪亮亮 手腕甚至出现了裂痕 有些截断的危险 我就是这个同胀 让我去摸一下 但我会轻力一点, 我不会动手 长期被非礼, 你知道吗 我给你们猜一下 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有很多资讯 在山底有个立场馆 某个的艺人 长期的下面是被人非礼 这么惨? 对, 男丁女 哪个? 男 男吗? 是 常常被人拉, 有个拉链 有没有多些提示? 四大天王 不, 刘德华 真聪明 真聪明 我不知道你怎么飞来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惨, 刘德华 不是, 因为山顶的立场馆 他那边告诉我 刘德华是因为他有个心跳可以听 人们去听, 听之后 他就摸一下心跳也有 摸一下下面是否真的 真的看他象征度有多高 是不是全身体都这么高 所以经常被人拉去拉链 就是要拉回拉链 是… 但千万不要这么做, 纳杖馆说 下面是没有的 是… 想增加好运有很多方法 是… 不用摸刘德华 下面有的 我们的礼物也可以增加好运 我们的礼物真的帮你们走运 听听, 今天的礼物很多 我们有好消息 因为我们的奖品又加码 除了有陈法齐师傅的开光水晶树之外 我们还有女法传师傅精心挑选的 狐仙卦式和欢卦式 还有泰国法科师傅Frankie精心挑选的迷人高 不过说实话 什么是欢呢?村长 欢其实在山海经里面是一种神兽 欢就是有一只眼, 三条尾 帮人党邪辟杀和保平安 这个挺好的 就是旅行可以拿着用 在想旅行路 是的 所以想增加人缘 保平安的朋友就适合你们了 答中又被抽中, 这个问题就有得拿 这个问题是给村长的 来… 这个很厉害了 如果一百年后 在将军浪我们有一个村长的铜像 你们认为村长会保有善信 摸他哪里带来好运呢? 是A, 何B仔 还是B, 凶肌? 何B仔… 我真的很疼村民 很疼观众 一个铜像也很高 那就无论要跳高摸 很体贴 手摸就可以了 好, 很有画面 很体贴 手摸一摸就摸到了 刚刚在你头的位置就对了 非常好 很清晰 贴士, 是不是? 贴士就好了 现在大家在这个 MyTV Super的门楼 就会看到AB两个选择 大家记住在节目之前 选择你的答案 并以最终答案为出, 恭喜大家 是, 祝福大家 马上去抢礼物, 真的去抢 今晚的主题比较特别 亦很适合所有一家大小看的 为什么呢? 想知道爸爸有没有出轨 妈妈有没有认识了另外的人 就最适合看的 看看今晚的主题 我真的很喜欢他 他是我的, 我一定要得到他 就算他有另一半, 只要我诚心 他一定会爱上我的 师父, 有没有办法令我老公 回到我身边 和合术 一听就知道 究竟你的家人突然感情淡了 用什么方法可以重复 又或者老公突然不展示自己 是不是被人下了和合呢? 我说就没用, 对吧? 什么迷魂汤, 我不会说的 当然找两位专家再来说 就是陆寅师傅、磊法传师傅 和泰国法科师傅Frankie 我们有请两位 有见面了 欢迎, 欢迎 你好, Frankie 请了… 又回来了, 你们有见面 李师傅, 有见面了 请… 请坐… 欢迎… 好了, 第一时间先问一下 Frankie 泰国法科的和合 是不是不只是夫妻也来找你们 譬如有些人… 我看中了这个, 我喜欢 我很想得到他 就会找你们做和合吗? 不一定是夫妻的 甚至乎有些可能是小三都会… 小三都找… 因为在泰国和合里面 可能除了感情之外 可能有一些牵涉为钱 就是我希望这个人喜欢我 会给到一些钱, 也会有的 我再问得深入一点 会不会是从事性工作者 男男女女都会从事什么 都会来拜托你们 所以, 我想生意好? 多,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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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已经是夫妻 真的想不到, 很厉害 好了, 六人方面也有做和合 没错 跟泰国有什么不同? 一般我们针对夫妻 关系不好, 小朋友 我们帮助她搞好关系 或者生意上的和合也会有 是, 那小三来找你们呢? 小三我们中式会保守一点 就会看一看情况才会帮她做 哦, 那性工作者呢? 一般我们会叫她自己求 我们就不会特别帮她做 哦, 就是有分的 就是两边都有分的 是, 有点不同文化 有不同文化, 好的 当然, 我想大家最想知道 在和合方面 能不能够迷惑一个人 我想要什么都有 如果在泰式真的有这个故事 因为她不是很注重心灵的东西 她是注重可能肉体的东西 甚至有些就是 我会迷惑你, 直接给你钱 或者将一些… 子女都不要了 也有的, 也有的 要不要和人? 我想问, 绿人不方便吗? 当然中式也会有 中式也… 但我们不会建议人做 你不建议人做 但是对方不知道 他来找你做和合是什么动机 那会不会都能够得到呢? 那我们当然要他自己求神 就是我们就不会背这个锅 明白, 好的